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他们的眼里 国事等同于家事 但是这个范围太大了 所以很多微不足道的人或事都不会被史冠记录 这也就注定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史记记载外 上有无数故事被尘埃掩埋 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获知 一直以来 民间都说这天下姓李姓朱 觉得自己只是住在人家天下中的一份子罢了 最终 这种观念持续了2400年 直到辛亥革命后 满清覆灭 汉宣帝曾经评价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说过这样一句话 乱我家者 太子也 诸位请看 汉宣帝自己都说 自己的儿子会让国家大乱 最后还是将皇位传于太子 显然 这个我家已经说明了一切 不管乱不乱 我的家 我的天下 根本轮不到其他人插手 现在的历史学家们觉得 汉宣帝口中乱家的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汉原帝 他在位期间过度相信宦官 导致皇室缺乏权威 朝廷乌烟涨气 自此 汉朝一步步走向衰亡 汉宣帝的眼光还是很长远的 儿子的所作所为 也正验证了老子的预言 若说汉原帝在位期间 做过最有成就的一件事 那就是跟匈奴和亲把昭君架到塞外了 史记中记载 静宁元年正月 匈奴善于来到汉朝向汉原帝朝贡 汉原帝准备赐给呼寒邪五个漂亮宫女 而当时的昭君被选入深宫已经多年 由于未曾见过皇上心中忧怨 所以站出来请求皇上将自己赐给呼寒爷 汉原帝当时也没多想就同意了 等到呼寒爷临走时 朝廷举办宴会 这五个被赐予匈奴的女人在宴会上露面 汉原帝戏瞧之下 发现了昭君倾城的美貌 顿时后悔当初草率的将王昭君送出的决定 然而国家之间诚信最为重要 汉原帝不想失信于匈奴 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昭君跟着呼寒爷走了 那么王昭君这么美 当初怎么就没被汉原帝挑中灵性呢 这里面有个小故事 因为当时西汉后宫中女眷无数 汉原帝挑的眼花 所以命令画师将后宗嫔妃画成画像 自己根据画像来挑选灵性 当时的后宫女眷纷纷向画师行贿 以求画得美丽一些 得以被皇帝宠信 王昭君性自倔 不肯贿赂画师 所以肖像被画得特别丑 因此从未被汉原帝挑中过 最终成字都毁清了 直接开始追究当初画师画像仪式 相差之下 就出好几个收贿的画师 全都拖出去杀了 昭君出赛后 他选呼喊耶善于不要去发动战争 把中原的文化传授给匈奴人 从此使得汉兄两族团结和睦 国泰民安 边城燕壁 牛马步也 三世无权费之警 离树亡干戈之意 匈奴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 其实后人把错过 也通通推给当初给王昭君画像的画师身上 没人责怪定下这制度的汉原帝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那是汉原帝的家 老百姓哪有资格管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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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